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脑洞大开的奇幻片《龙虾》 故事发生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里 这个社会只允许人类以情侣模式生存 而单身狗们有45天时间的机会在酒店中寻找伴侣并通过考验 成功的话可以继续以人类的模样回到城市中生活 失败的话则会变成一种动物丢弃到郊外的森林里 男主大卫因为妻子的背叛让他无法再继续生活在城市 他将要去酒店寻找新的伴侣 并且带上了自己的哥哥,一条边境牧羊犬 酒店里的一切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 所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有酒店派发 大卫被分配到了101号房间 当被询问时,若是失败了,想变成什么动物的时候 大卫说,想变成龙虾 因为龙虾可以活100多年,并有着高贵的蓝色血液 在房间的窗台上,他看到了外面被狩猎的单身狗们 原来,酒店为他们提供寻找伴侣的机会 而他们要在酒店继续生活下去 就需要去森林里猎杀叛逃的单身狗 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在酒店中配对的时间 在酒店生活的第一天 为了让他们体会到单身的不便 他们的一只手被束缚在了身后 这一天,他们只能用一只手完成所有的事情 大卫在吃早餐的时候 认识了和他同时进来的两个人,柏角和结巴 酒店有着各种荒诞的活动 新来的人需要在台上介绍自己 讲述自己的特征,以此寻找伴侣 也会通过各种怪异的表演来展示单身的坏处 甚至还会举行令大家十分尴尬的舞会 而当警报响起 所有人都需要坐车去森林里捕捉叛逃的单身狗 来增加自己在酒店居住的时间 在之后的日子中 结巴因为自己偷偷解决欲望而被惩罚了 而柏角不惜把自己磕得流鼻血 和一个爱流鼻血的女生找到了共同点 成为情侣 大卫则伪装成一个冷漠的人 得到了冷漠女的关注 两个人结成了伴侣 但在之后的考验中 大卫在看到冷漠女把她哥哥踢死后 还是忍不住哭了 冷漠女觉得她不是真的冷漠 便抓着她去找经理 大卫趁机从酒店逃了出去 加入了森林里叛逃的孤独者队伍 孤独者领袖告诉大卫 在他们的队伍里不能有任何的感情和关系 否则会受到严惩 调情的人会被处以血吻之刑 用刀片割掉嘴唇 以此警示他们 酒店的女侍卫原来是孤独者的内应 帮助他们拿到假的结婚证 以便去城里购买物资 顺便看望父母 在一次行动中 大卫认识了近视女 她们一样都有着近视 这让她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后 孤独者领袖准备了一次反击行动 去酒店揭穿那些因为想要继续以人形生存 而假装相爱结婚的虚假爱情 大卫还将跛脚故意留鼻血的事情 告诉了鼻血女 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而在相处中 大卫和近视女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因为要避嫌 还创造出了一套 只有两个人才明白的肢体语言进行交流 可是好景不长 两个人的地下恋情 还是被孤独者领袖发现了 领袖借着带近视女 去做近视眼手术的机会 把近视女弄瞎了 还威胁大卫为自己挖了一个坟墓 近视女非常崩溃 但是她不得不向大卫坦白这个事实 虽然她们的相似之处消失了 但是大卫还是爱着近视女 所以她不断地在找彼此的相似点 血型 语言 爱好等等 她还通过蒙眼变雾 来帮助近视女适应眼盲 最终大卫还是找到近视女 说出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他们在晚上把领袖麻醉了 放进了挖好的坟墓 偷了结婚证 逃到了城里的一个餐厅 大卫向服务员要了一副刀叉 来到厕所准备把自己戳瞎 这样她就和近视女一样了 但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故事的结局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的人认为 片尾曲后面的掌声和海浪声 是大卫戳瞎了自己 和近视女结成了伴侣得到的掌声 有的人却认为 大卫最后还是变成了龙虾 甚至还有人认为 大卫没有戳瞎自己 而是逃跑了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